来红尘克 英哥好 什么活 因为我看最近聊这个医学挺多的 我本人也是在学医 我能不能提一个 就是医疗器材方面的问题 就是医疗器材 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进口的 国产没多少 不是不是不是 我只提一个 就是核磕共振 因为我看到好多的都是记忆的 兄弟们给狗头飘下来 来点专业人吧 等会儿 你先把你搞这些截往下念 我听什么呢 没有搞 就是因为我 说白了你们 你们同行里面 除了上次那赛波龙脉 我根本真 不是 你除了之前那赛波龙脉 给括号里面念出来过 谁也没承认过有搞 关键是 关键是学医的 我是学医的 落上医疗器械的 举例子就说核磕共振吧 这就不是第一个了 我真是学医的 我不是说你学医 是真的假的问题 我说这个话题 我们直播间不是第一次聊了 怎么这么初次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经常看你视频 那怎么这么 初次相思呢 我没关注你 但我经常看你视频 那我上次 这事我都跟人掰着一遍了 哥们 咱假设说早期买的核磕共振 咱说早期 2000年或者2000年前后 花五六千万人民币买的核磕共振 现在有国产的 咋子换上你掏钱 不是不是 你听我说完 我的意思是 我们现在能不能做出来 比他更先进的东西 我不是说我们现在比个仗 有啊 我们现在有啊 哥们 现在新开医院都买国产的 啥 现在新开医院 新制购核磕共振设备 都买国产的 老的已经把人都没用了 哎呀 核磕共振超不超过 怎么体现 就比如说清晰度啊 包括造价这两方面 我主要是清晰度 造价咱们先不 我告诉你 清晰度如果不提 感谢朱振义飞机啊 圣托哥脾气真大 清晰度如果要是看不清的话 他就根本不能产 那肯定造价来讲比外国的便宜 但说实话也不至于说便宜的 白特价不要钱 所以说很多老的医院 是不可能突然间一下 把旧的设备淘汰掉 换成新的 就不说他有没有这新 他没有这个钱 听懂了吧 新开医院的 国产但凡有的 但凡打标的 没有不用的 都买国内的 没必要啊 我硬冲冲的大头 我买国外怎么的 不看吗 而且很多医疗设备 你钻就是专挑啥呢 核磕共振 其实医疗设备 医疗器械里面 不单是只有这些东西 很多国产的领域里面 是佼佼者 这些你们是知字吗 不提啊 知字不提 就比如牙医里面的 牙齿的这个料 很多人都催国外的 怎么怎么 牙齿的这个技术 牙齿的这个 这个就是 咱们说这个理论知识 也好啥也好 国内都很先进 那你说到医疗器械的时候 我们能产出来 我们支撑我们技术的就行了 你说给我老说先进的也好 啥进的也罢的 我说实话 跟美国呆过 你这旁边呆 美国牙医诊所长啥样 我说白 国内 国内你就随便 地路边 随便 大妈 一楼门 是往上改的十大店 都比美国 美国那个牙医诊所强 美国高端牙医诊所 回来就想 回来想 你倒不跟美国看呢 美国多千金呢 太一国贵了 没有牙保险 太贵了 跟美国看的 美国拔颗牙 美国拔一颗大牙 拔一颗八百刀 没保险 最便宜的 就是黑诊所那种 八位多 八 五千 七八五千六嘛 这时候算算回率是二吧 是不是 只能二个 我们算算啊 来林开心 英哥你好 我先给你说 我在下面听的 确实忍不住 先说一下合处功的 这个事情 你是专业的 我不是说 因为我自己 我现在是大学老师 但是我之前是 当了五年的医生 然后这个合处功的 其实我应该是 十五六年前 就开始用 国产的合池共振 他至于说 他的清晰度的问题 如果是 下面有专业的人 是可以 我这样说 我当时用的第一台 第一台国产的 合池共振 是新高益的 只有零点五T 这个零点五T 相当于是个 什么概念呢 就相当于 你开宝马 我他妈开的三崩子 但是这个零点五T 我们做出来 当时为了 就是说 让它的效果 更好一些 因为怕耽误诊疗嘛 然后就是说 我们把它的时间 给它拉到更长 其实这个零点五T的 也能够勉强看 就相当于 现在你评论方说 这个隐年医疗 就非常的高 就是说 用现在华生 就很高端了 根本就不会说 国外的 合池共振 比 国内的更好 但是确实 你就说 比如说零点五T 这样的合池共振 它比较 难的是 它去做腹部的 这样的一个 合池共振的话 它的效果 会差一些 但是做 腰椎 颈椎 颅脑 这些完全没有问题 不存在说 国外的 合池共振 至少现在 绝对不存在说 国外的合池共振 会比国内的 合池共振 好一些 而且高端的 合池共振 说实话 我那个时候 就已经接触到 5.0的合池共振 但是很遗憾的时候 我们又去 亲自用过 因为那个是 在用科研嘛 更多的是 真正诊疗的话 其实 零点五T的 你看个颈椎 腰椎 颅脑 完全没有问题 它反正就是 靠 市场共振 成像 不存在 清晰不清晰的问题 也不清晰的原因 就是 时间太短了 做出了 效果不好 你只要 哪怕是0.5T的 我时间拉得够长 它一样非常清楚 说白了 各位 那个 那个成年 烂丢 0.5的就别提 5.0的都出了 就别提 对 5.0的 那他们就 感觉是飞机了 我还开三包 5.0都已经 看看时间 7月16号 5.0的都已经有了 要数据 那就是以后 以后就带着你们的数据 上来的捞核子工阵 好吧 然后我这边是想寻求一个帮助 然后是这样 是因为我这边遇见一个问题 我是觉得 今天是在和人讨论的时候 就说 国家的网络 它就没有 就要去看什么东西的时候 就是要搭梯子 这个事情 我的观点是 这个事情是一个好多事情 因为国外的那些东西 比如说 脸书啊 或者油管产品 你都说了 你让我说啥 你把我词都说了 我说啥 我就觉得 他们真的不能让他们去看 他们真的是 我觉得自三不顾 我说实话 其实也没拦住他们 好吧 但凡拦住了 就不会有这么多阴阳怪气 领工资的了 我是想知道 我怎么去来反驳 你知道 怎么反驳他们 反驳的上面 你其实说 已经说了根本 不能让这种认知的人看 因为他根本不清楚 他在干嘛 他根本不清楚 在讨论的是什么 明白吧 完了 我告诉你一个 你下去 我告诉你 怎么去说去 首先我给你们说一个 冷知识 稿费早占 有没有人知道 如何成为念稿人 冷知识 知道吗 有没有知道的 我告诉你们 就是在外玩 翻过去 在外玩 骂娘的 人没出去 提前骂娘的 就会有人私信你 知道吗 这些人出去了以后 不是所有都在国外 说白了在国外 你骂了 你咋地了 你是真那样 还是你为了办身份 你自己心里有数 对吧 是在国内 人没出去 开始跟着骂 跟着点赞 对对对 你说对 这种就会有人私信你 是吧 也正是因为你们正常人 干不了这个事 明白 所以所以挣 挣这个钱的人 就是一直他们 就是这么挣的 当然不是全部 不是全部都这样啊 好多的主要 主要就来源 拉散人的 拉都这么拉的 懂了吧 那你说 至于翻墙 这个话题啊 所以说 为什么我们有墙 这个话题聊一百遍了 认知低的太多了 分不清对错的人 太多了 我可以这么说 不是以我为标杆 啥时候 我这类讨论话题 反正等一个月 都等不来一个患者了 我的切片 一个月都做不出来了 我该宣布退网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墙 也没必要再有了 大家正常人的认知 都上来了 天天都上来 这种阴阳怪气的 这种的啊 带动带动对立的 这种的 就一定会是 就是明白了 就一定还得 还得有的墙 认知还是不够 啥时候不需要我呢 我就证明 这墙也不需要 我证明